超级研究室一起讲知识 有一句话说豪门深似海 豪门的这个饭碗不好捧 真的 上星期我们就看到了 台数王家第三代王权人 又爆出了要扶正日籍女友 因为另外一个宝宝 他的小儿子听说要生了 等于有三个孩子 三个妈 三个妈 这么夸张吗 那整个事情背后最吊诡的是 正宫 麻衣 第一时间跳出来宣誓主权 他说没有我们没有离婚 等于说两人还有婚姻关系 也让外界是觉得物理看花 今天就要好好来看看 这豪门的婚姻 到底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好现在介绍第一位来宾 是资深的影剧记者年长玉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资深影剧记者迪祝伟 主持人好 观众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社会观察家建明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财经专家 谢晨彦 大家好 肝胆肠胃科医师 朱光恩医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欢迎大家来 我们赶快来看看真的是 朱门恩怨或者说豪门深四海 年杰来告诉我们 是 麻衣过去他跟老公纷纷纷 大家一直要去问 他其实不太给答案的 他也不理媒体 这是非常罕见 定时间跳出来宣誓主权 背后水多深 对 其实你会有什么一个很大的力量 来压到你不能喘息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才会爆出来对不对 可见得外面这个小山有多强 这个王权仁又结婚了 又生孩子了 而且不是跟麻衣 这个是传言 传得这么用力 这么真 大家这么大幅天空报道的时候 麻衣这个正宫 第一时间不忍 为什么 那个力量太强大 我要窒息了 我可能会淹死了 我可能会不能活了 所以我一定要跳出来 可见那外面力量太大了 跳出来说 我要讲一件事情 大家听清楚 我们没有离婚 大家就觉得说 正宫讲话了 那你外面的 不要再去放话了 因为都是有人放话 那你才会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讲说 这个事情 就说麻衣 一直都这么低调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在这个 他们的结婚 这个事情 当年他要娶麻衣的时候 曾经是这样传的 传说 其实王权仁 是跟他爸讲说 我要娶一个主播 娶主播 跟他爸讲 当时台硕上下都听 王文洋讲说 那个王权仁 他们第三代 要娶一个日本主播 那因为女朋友肚子大了嘛 在日本 王文洋就赶过去 就办一个简单的问题 因为已经肚子大了 王文洋搞不清楚 看这女生 哎呀 长得很漂亮 很像主播的样子 拍了很多的照片回来 回来就发给亲友看 然后呢 你知道吗 有这个新娘子 她自己也贴脸书 结果 你知道吗 很多人看了之后 你看她讲说 这还是麻衣 那个 王老板 你这个媳妇是日本主播吗 她是那个 我们台湾那个B咖 综艺B咖 蚂蚁耶 佐藤蚂蚁耶 不是主播 所以就被人 一个台说里面的笑话 你知道吗 那王文洋就觉得 那没有办法 她已经大肚子 那我儿子跟我说是主播 那我怎么办法呢 就已经结了 结了之后你知道吗 就生了金孙 所以就生了金孙之后 我觉得蚂蚁的地位也稳了 不管是主播 还是不是主播 反正已经生了 王文洋宠这个孙子 宠到一种 真的一个极点 因为金孙嘛 王全人是长孙 这个也是 这个是长这个孙子 他是王家的长孙 这又是长孙 所以很珍惜啊 你知道吗 王文洋怎么样 因为蚂蚁又听话又温顺 又像日本女人这样 给多少赏金你知道吗 八千八百八十万 八万 哇阿公打扫 八八八 对 这样的赏她 然后你知道吗 她这个 这个是她女儿 是 王文洋的女儿 所以她们到哪里啊 妹孙外孙都一起戴 玩具都一起这样戴 而且你知道吗 有一次啊 这个外孙 不是这个金孙 稍微在日本有点感冒 你知道吗 王文洋做什么事情 立刻钻击到日本去 探视这个孙子 王全人都没有来 王文洋敢来了 所以我就说 生了这个金孙啊 真的是 就是说地位真的是 牢不可破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 其实王全人 在跟那个李晶晶 在要闹离婚啊 等等那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她说 麻衣自己说 她跟王全人早就 十年前就认识了 十年前 她那时候是在信义区 稍微租了一个房子 就离他们那个玉石医院 非常非常近 走路大概五分钟 精彩在他们家大门口 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巧遇一下是不是 就晃进王家了 这个厉害 心肌深不深很深 好 福正了吗 生了生子了吗 地位牢不牢固 她其实说 其实王全人 这个富三代 追女生 多有一套 你知道吗 浪漫的时候有多浪漫 这是麻衣自己 那时候贴脸书的 她有一次生日 送了99朵玫瑰 送了一罐马哥 1999年的红酒 9999 又99朵 这个花语 99朵玫瑰就表示说 要跟你天长地久 要跟你天长地久 结果现在对照起来 爱你的时候 爱得你死我活 这个不要你的时候 管你死活 所以这个你看 这个多浪漫 此情此在存回忆 不知道 因为反正麻衣是说 我呢 没有离婚 这表示说什么 她就是跟她婆婆学 婆婆那时候 王文阳不是在外面 有吕安妮吗 她婆婆就是不离婚 就死守 坚守到最后 没有离婚 没有到没有离婚 坚守到最后就是赢了 所以这次麻衣上跳出来的时候 我没有离婚 很多人就说 对 没有拿到这个 这个继承权 都是输的 那我们再讲说 这个附加值 这个爱情 这个来得快 去得也是很快 你知道吗 她最早以前 曾经追过一个名积 叫钱柏妤 钱柏妤 大家都知道吗 怎么追 刚不是说玫瑰吗 红酒吗 她在追钱柏妤 那时候她演那个 流星化言说 非常红的时候 她追她 她站在 就是她下戏的时候 她站在他们 那个句子的门口 提了一卡皮箱 里面都是巧克力 一卡皮箱 因为她说她喜欢吃巧克力 然后后来 她去英国读书 她就传来给她 我在英国非常地寂寞 你可以来陪我吗 妈 这个不是钱柏妤 就立刻放下演艺事业 飞去伦敦 半毒了 两年 这两年当中 其实王静雯 就是她的婆婆 她妈妈过世 她还回来 参加那个丧礼 她想说 对 扶正了 差不多了 因为参加丧礼 那个样子 以家人的状态 你知道吗 后来她妈妈 这个丧礼办完之后 回去了 回去了 英国之后 王静雯就跟她讲说 这样子 我可能不能跟你结婚了 她就想说 完了 是不是要分手 她说 你不娶我了吗 然后就哭着回房间 第二天醒来 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了 她的行李已经没有放在门口了 前博月行李放在门口了 前博月行李放在门口了 然后有一张机票在上面 这么决绝 回台湾的机票 回台湾的机票 所以你知道吗 这富二代真的 爱情来得快 去的是比什么都要快 所以现在呢 有这个所谓日籍空姐 什么在新加坡结婚 又生了孩子 是真是假 不知道 但是这个压力很大 大到麻烟要跳出来说 怎么离婚了 她现在到现在 如果这样讲 已经结得三次婚了 对不对 小孩有三个 如果照船 可是呢 我们不知道 兔三代 她这个钱多 这个多金多帅 高富帅 围到旁边的女生 真的多的 可能自己都数不清楚了 好 但是麻衣 你看 一开始爱得这么浓烈 这回就要让我们来看 其实她嫁过去之后 这几年在日本 非常的孤单 而且其实说到了麻衣 过去情史也很丰富 但是即使如此 也是伤得很深 对啊 因为麻衣其实 我跟大家讲 她传过的绯闻 其实这些绯闻的男友们 都可以凑两桌打麻将了 你就知道说 其实她也是一个超级发电机 只是呢 麻衣她就是欲人不熟 就是她几端练情 其实都是那个 我们讲悲剧老娘也不太对 反正就是呢 不是很愉快的收场 都没有修成正果 对 那本来以为嫁进了王家 我就要飞上枝头当凤凰了 殊不知呢 其实你代求嫁进去 人家也是把你关在笼子里面 理都不理你啊 所以其实麻衣她在这 嫁给王全人这七年 其实她的日子过得 真的非常空虚 或许在物质上面 生活上面是不缺乏 但是在那个老公给她的爱 老公给儿子的爱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寂寞 你知道麻衣她 就是刚生这个宝宝的时候啊 宝宝一岁之前 她一天到晚在发脸书 就是让大家觉得 她嫁进去之后 过得非常幸福 对 老公呢也很爱她 很宠她 让她一天到晚去shopping 但是她还有一次 在这个过年的时候 po了一整桌的照片 那个po了一个照片 里面是一个座 就是一个座位 在她家里面 然后放了十二副碗筷 跟大家讲说 她要煮一桌子的菜 来宴请大家 那时候其实媒体 都有不同的解读啦 她是说你要请谁吃 老公吗 家人吗 还是有哪些朋友呢 那你不是嫁进豪门了吗 为什么还要自己下厨呢 就有很多的这些肥炎流语传出来 但是对蚂蚁来讲 这不算什么 因为老公给我的爱就够了 可是才过了一年多 你知道吗 隔一年就没有再po这种照片 然后本来呢 嫁进去的第一年 有一些常常放闪的文字 或是照片都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是去年 因为后来蚂蚁就回到日本去住了 因为王全人都不理她 你知道就是有传言说 蚂蚁她有时候回日本去找她妈妈 但是回来的时候呢 她只要母子一踏进这个台湾这个 比方说我入境了 王全人就消失 她入境她就出境 为什么要这样啊 对 这个是多冷的冷暴力吗 对 你回来之后我就出国 再不然我出不了国 我就去住饭店 我就要去住那个 六星级台北市最贵的饭店 我也不回去我的豪宅跟你住 所以你想想看 她回来台湾有意思吗 这你母子呢 这你儿子呢 我们今天玩太多了 你知道这个儿子已经七岁了 对爸爸什么印象都没有 那你看 这个是去年 因为这两年疫情嘛 蚂蚁就比较不太回 更不可能回台湾啊 所以你看她的儿子 是不是很渴望爸爸的关爱 但她的生活长到大里面 好像缺了爸爸 对 就是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阿公还会飞去日本 他搞不好 不会以为那是爸爸 太可怕了吧 那你看也包括说她在玩学 都只有她一个人 就是妈妈帮她拍照嘛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我觉得 其实蚂蚁嫁进去 后面的六年 都过着那个空虚寂寞的日子 那当然 刚刚文华也有讲到过 就是其实蚂蚁她的情史 也不遑多让 其实我们比较知道 媒体常报导的 包括很早之前呢 跟王仁甫啊 然后跟这个 王毅达啊 TOLO啊 然后大家印象最深刻 就是朱孝天 朱孝天 跟王毅达是她 就是 就是说有承认的 承认我跟她交往的 其他都没有 其他都只是 合作好朋友 点点而已 但 朱孝天也是伤她 伤得蛮重的一个 其实 要讲到麻衣 她当时呢 大家如果印象深刻 小燕姐有一个节目 超级星期天 有没有SUPER 对 其实朱孝天 本来是里面的工作人员 那后来呢 朱孝天被她自己的老板 牵作艺人 变成F4嘛 F4那时候很红啊 就拍了流星花园 那当然呢 Sunset Girls也要安排在里面演出 两个人就因为 有了这样子的交集呢 就产生了情愫 其实就在一起了 那时候媒体爆出来说 他们已经密练一阵子了 而且呢 麻衣是被拍到呢 进出朱孝天的家门 那时候朱孝天偶像 开玩笑 你怎么可以有恋情呢 连经纪人都不知道 这还得了 对不对 所以她当时当然是说 没有啦 我们只是邻居 她跟我住在同一个大楼啦 那狗仔就问她 那为什么 蚂蚁有你家的钥匙 我们的邻居 蹲起墨里做得真好 会不会轻啊 这会怎么办 所以后来呢 朱孝天只好承认说 好啦 我们就是在一起了 因为蚂蚁真的好可爱 那就仁爱四个月很甜蜜啊 就是那时候媒体也常常报导 没想到隔一年 比方说今年仁爱四个月了 隔一年 一月就被拍到什么呢 拍到她去北京工作 跟中国的女演员李冰冰 也是很红喔 哇 你知道那个监视器的画面 拍到他们在那个饭店的长廊 那个讲起来都好有画面 一下抱一下亲啊 然后翻来覆去的 在人家说滚床 他们是滚墙啊 就被拍到说 一下壁动一下干嘛 那时候影片出来之后 你知道那个整个震惊了 整个台湾的演艺圈 还有中国的 蚂蚁也看到了 多情何以为 蚂蚁记得拿来给她看 对 说你看怎么一回事啊 蚂蚁她看到之后 直觉的反应是说 如果有人做了坏事 绝对会找到报应了 我不希望被人家劈腿 所以她要看看朱孝天怎么讲 诶 都想哭了吧 当然啦 朱孝天回来就是说 哎呀 那个只是擦枪走火啦 就是我还是想要继续跟你在一起 但是蚂蚁就觉得 嘴嘴也算了 她就决定还是要分手 那分手之后就是2014年跟王全人嘛 那我们正要讲 就是中日联姻 真的是不是都容易不幸福呢 跟她同一起出道的艾莎 大嘴巴里面那个艾莎 有没有 对 那时候呢 Sunday Girls 她也是其中一个很亮眼的成员 那她也一样是嫁给台湾人 她嫁给周明璞 对 小五岁的姐弟恋 那郎才女貌 大家也觉得说很素配啦 当时呢 他们是因为 好朋友怀秋的介绍 你知道 艾莎这个人就很爱浪漫 他没有办法抵挡 那个男生用浪漫的攻势 当时周明璞 也是一个帅帅的男生 你知道他就是偶像式型的追求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的对白都是很偶像剧的 他们刚认识的时候 因为艾莎有在骑脚踏车 周明璞也有 那他们呢 因为怀秋认识 一起骑脚踏车 你知道骑着骑着 就会骑出恋情 因为他们在挑战一段 比较危险的一点上坡的时候呢 周明璞就看到艾莎在骑得很吃力 赶快骑到旁边去说 不要担心我会保护你 我陪在你身边一起骑 撩妹就对 这种就是很偶像式 真的 然后第一次约会干嘛呢 约她去看流星 狮子座流星 然后看了一整晚 然后聊天聊得很开心 这样 你说这个女孩子哪一个 不会这样陷进去 当然就陷进去 就连求婚的时候 她呢 就是也要给她惊喜 飞到冲绳去订婚戒 你可以想象吗 然后一起到冲绳去玩 但是我婚戒早就订好 然后安排一个求婚之旅 哪个女人不会这样陷进去啊 可是你知道吗 当这个艾莎结婚当天 发生什么事 居然爆出周明浦有一个私密照 跟一个女生 然后呢 上半身是半裸的 结婚当天 我要结婚当天 传出这样子的照片 很恶毒耶 周明浦是跟她解释说 那是之前 对 那是之前的啦 那之前交往的女朋友 然后我的手机不见了 被人家道徒拿来用 对啦 谁没有过去 那到底是谁 要再结婚当天 把这东西公开啊 对不对 可是呢 艾莎相信她喔 你们不要乱讲喔 我绝对相信我的老公 但是没有想到三年后 周明浦也是因为劈腿 然后两个人结束这段恋情 那看来 我们前一阵不是也聊过 浮渊爱跟江洪姐吗 你看也是中日联姻 现在我只希望 智琳姐姐跟Aquila的婚姻 可以幸福美满喔 幸福到底好不好 不要幸福 对 不过说到了韩剧里头 俊相你有印象吗 俊相 就是在韩剧里头 这个最强小三 最美小三 夫妻的 夫妻的世界 韩少喜 最近有新片了 而且说比鱿鱼游戏 还要精彩喔 南韩这一位最强小三 韩少喜 她最近有一个新的作品 在Netflix播出 哇 变成最强的复仇女神 妍姐就要带我们来看看 她在夫妻的世界当中 真的让不少正宫看的是牙痒痒 恨的是牙痒痒的 但如今她 这不同形象的一个表现 大家眼睛为之一亮耶 夫妻的世界 其实很多人看 在里面有一个叫做 地表最强小三 最美狐狸精 那个叫多景的 哇 好漂亮 长腿 然后皮肤白到这样 白里 吹盘可破 对 然后那个抢人家老公的手段 然后是坚定不移的那个心智 又觉得说 哇 很想打她这样子 而且她最后的结局 她最后没有坏的结局 还引起网路暴动你知道吗 小三怎么没有坏的结局 怎么可以这样子 好 因为她太漂亮 刚才不想再给她一个 白富美 在剧中的那种 对 家里有钱 然后又漂亮 然后又为爱又可以这样 什么都不要这样子 对 豁出去 真的 大家觉得说 哇 这个女生啊 其实那时候大家有发现说 她是融合这个女神 金太熙跟宋慧桥的综合体 真的耶 被称为小宋慧桥 韩少喜 那时候就以这个漂亮的外形 一炮而红着 而且她跟这个金太熙 高中还是读这个卫山女中一样的 所以在卫山女中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小金素熙之称 她这个韩少喜就有这个称号 好 你知道吗 她这个夫妻的世界也红了 这一次这个以无知名不得了 其实你光看 你如果看第一集 像我是看以无知名的时候 第一集我一看 这女主角似曾相似 可是又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多景 不是啊 因为这个女生好狠 你知道吗 人设差太多了 太多了 然后这个又高又壮的 然后打人杀人 然后被人家K打 都不会掉一滴眼泪 知道吗 这同一个人吗 我没有看错 真的是同一个人耶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戏啊 这个以无知名 他里面有这个 这个一直 身份名字一直转换 其实他是一个 要复仇 为父亲要复仇 然后又被这个黑帮收留之后 训练成一个女杀手 最后又把他送到 这就是一个间谍密探 变警察这样的一个身份 所以一下子叫智友 一下叫慧静 最后又回来叫智友 女版的无间道 对 没错 非常非常像 他在里面 第一集里面就光看他 他增胖了10公斤 一个这么漂亮 多景多漂亮 这是鲜瘦的身材 他增胖10公斤 为什么要那个肌肉 不然你不像那个杀手啊 你不像那个黑道培养出来的 女杀手啊 那他不会打啊 他有假装说其实 我从小到大 就是不运动行的啦 每天就是 因为天生就这样 我也不会胖啊 不运动 哪有可能你看系里面 打成那个样子 往死里打 而且还有被他低久 他被打到眼睛 一大一小这样 腫了像猪头这样子 他说就去练吧 就送到那个拳击学 学校去啊 他说一个礼拜 每天上六到七个小时 这样打 他说打得 这全身骨头都快碎了这样子 到最后一集 他竟然有一个全裸的床戏 这个韩超喜 全裸床戏 因为本来是一个能学的警探 一个杀手 到最后这个男主角到最后 到最后 迸发出一个非常激烈的性爱场面 你知道吗 这个戏出来之后 大家又震吓住所有的观众 他觉得说 怎么全裸 然后现在当红的女主角 尺度这么大胆 对 而且你知道吗 他说他事先不知道拍床戏 为什么演得下去 对 新闻是这样吧 他说他那天要去中途 就是说通告了中途才告诉他 今天你有床戏 而且是全裸 他说我不知道 可是已经 已经 感觉上贼船了 你怎么办 而且这个戏我都当女主角 不演不行 不演不行 最后一集了 不演不行 就拖吧 就演吧 就上吧 就这样子 牺牲好大 引起很大一个讨论了 到现在在讨论说 为什么导演你要这样骗他 我们现在已经是女神了 对不对 又能打又能演又怎么样 就骗他 骗我们女神演 床戏怎么可以这样子 就一直骂了导演 导演说有沟通过 不是这样真的 不是这样骗他 导演很无奈很无辜 可是至少是红了 至少是话题了 访问他在讲说 他这个 这样判若两人 那这样 其实他你知道吗 他也是苦过来 韩稍熙 他今年才二十几岁 他这才第三部戏而已 就这样大红特翁 俨然是新的当家 这个接班人 他当初 其实他们家是很小 妈妈很小 就他们父母离婚 奶奶带大的 所以他是很苦 然后他想说 要一元星梦 就带了差不多 合台币才七千块钱 到首尔来 到首尔来 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就去打工 什么啤酒店 什么各种咖啡店打工 直到有一天 星探发现 就说这个服务生很漂亮 来演演戏吧 他需要一个小山 很漂亮的小山 就多景就这样出现 夫妻的世界 多景就被星探看中了演了 我跟你讲 他因为乡下人 他们身上是没钱 他没有自然的 没有韩国很多 娘胎美女就对了 韩国就是 母胎美女就对了 他没有就非常自然 所以一炮而红 中了 那他我刚想说 他苦过来了 终于这个戏红了 可是你知道吗 红了之后 韩国就是这样 你红了之后不得了 他那个利益是很大 可是负面力量也来了 发生什么事情 黑历史通通被挖出来了 他妈妈欠大幅的巨债 妈妈早就小时候跑掉了 这时候听说 妈妈欠了很多的债 导会什么 算到她头上 说她要还 那她也就还了 债主来的时候 她就慢慢还 慢慢还 她就扛下来了 所以你知道吗 她就是问题来了 她就接招 妈妈欠债 我还嘛 她说对 我妈妈欠债 可是我在还了 好 又来一个黑历史了 你有刺青 你之前刺青这么严重 韩国是不能刺青 艺人 你可以刺 刺到 我看不到的地方可以 可是你如果要上电视上节目 你要刺青 你给我遮起来 不然就去雷射交掉 韩国社会对于刺青这件事 我们觉得那就是一个 个人的symbol 那没什么 零容忍 零容忍 被挖出来黑历史 好大一个刺青有在手上 你知道吗 接招 对 这是我奶奶的诞生花 她是奶奶一手带大的 所以我戏念奶奶 我吃在我手上 可是你知道吗 她为了要演戏 为了要演多景小三 为了要演乙无知名 雷射去掉了 这么大一片 雷射去掉了 好 她就接招 我扛起来 就像她戏里面 乙无知名里面的 我扛起来 对不对 我要复仇 我要怎么样 一切的我扛 我就是有尬死这样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看 中国大陆网红 网红乱象 谁想红 来网路就对了 你想都没有想到 连法官也杀进来 要分一杯羹吗 你来看到这段画面 就是中国大陆 他们要法拍 法拍屋很多 对吧 法拍屋你法官嘛 你就是继承什么样的SOB 你就跟着做就好了 没想到他居然进到了镜头 住进了凶宅干嘛 我住给你看 凶宅 真没鬼 叫凶宅不凶就对了 凶宅不凶 法官亲自证明给你看 谁也知道 没有看过其中的法官 但是说到了凶宅这档事 我们请到了社会观察家建民 建民来跟我们说说看 给我们的萤幕形象 你都是天不怕地不怕 见多事广 但就凶宅这两个字 你真的踢到铁板了 对应该是说没有遇到 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个其实到底有还是没有 这个没有人会知道 对不对 但是真的遇到的时候 你就真的说 其实人在讲的 真的是不连铁齿 就是宁可信其有 对这个故事有没有 其实是发生在很多年前 应该是十几年前那时候 我还在开槟榔摊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 那时候有开两三家的槟榔摊 所以只要一些朋友 有说他们会跟我叫槟榔 我都会去捧场 因为赌场里面叫了槟榔 他们一次都一两千块 这样子叫 那我这个朋友 他是在新北市卢州 那时候开一个麻将场 我很有印象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 也是最后一次去 为什么也最后一次 因为我第一次去 我记得那时候是下午 我大概是三四点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带着 两千块的槟榔去 因为他们叫两千 其实我叫我外送 我就马上送过去 所以我那时候送过去的时候 他就说叫我捧场 打个三四架 所以我很有印象 我就下午去打 打一打 打到了凌晨 大概是两点多的时候 那时候在我们那边是一桌 所以我们大家就是 都没有变动 就是都过了这四个才在打 打到了凌晨的时候 因为人在说 只要搬我 有时候人会洗洗念 可能是说 因为那时候就做我的下家 就有一个女子 他那时候在凌晨的时候 其实他那时候 在凌晨一两点我就已经有 发现这个现象了 他对着我的后面 或者是对着前方的后面 他有时候眼前 我们在打麻将都看着牌桌 他不是 他干嘛呢 他就看着我们的后面 然后在那边碎碎念 感觉在对人说话 对 他讲的那个语言 其实当下听不太懂 那时候我就觉得 沒關係 他在说人话吗 他讲的就是 就是讲的字很含糊 对 那后来突然打到一把牌 我很有印象 我们说我们大家如果说 都在牌桌上打牌的时候 有没有 如果有人在连庄 那你要去上厕所 也会等他下庄嘛 对不对 或者是你真的很急 那我们也要等这把牌打完 你再去厕所嘛 这把牌还没打完 我才刚把牌打出去一张而已 对 我想说 这厉害的比较 比较败的 他就干嘛 他就往后面走 那我们心里在那边想 他可能是 因为我连庄点比较久 所以他要去后面厕所 结果他去厕所啊 正常女孩子 你如果说上厕所 可能就是三五分钟 那或者是肚子痛 十分钟也够久了吧 结果后来 叫老闆啊 就走到后面厕所去敲门 然后喊他的名字 都没有回应 可是后来那时候 他就在那边讲说 好啊 大家都在等 我们就都听到了 结果后来 后来我们就 后来我们到时候 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什么 你知道吗 听到大喊一声 他进去的时候 其实他看到那个女的 坐在角落 那我们想说 他为什么大叫 等我们走近看的时候 那女的怎么样 你知道吗 他坐在角落 满脸都是血 怎么会 他坐在角落满脸都是血 然后在那边 不知道为什么满脸都是血 后来我们给他看了一下 应该是他用他指甲 自己去抓他自己的脸 拌手就这样也没必要 对 拌手就也会自残吧 对啊 可以处理的事情 其实没需要这样吧 其实我们都误会他了 当下就有一个牌咖 他就怎么讲 快把他拌出来 快把他拌出来 快快把他拌出来 结果贾头家 就跟另外两个牌咖 就把他加来前面的 麻将桌的沙发椅上 坐在那边 我们只看这个牌咖 他去他的包包打开 拿了一双红筷子 拿了一双红筷子 也不知道他干嘛 结果他就走上那边 他夹着他的小拇指 很用力地夹 但是发觉好像 他不知道 他到底夹他的小拇指要干嘛 可是这个情景 我是有在电影上 泰国人的电影看过 好像就是拍蜜仔虎心 要叫他退架的意思 可是他做这个动作完以后 没有改善 这个女的更惨 她更激烈 然后那边乱叫 用她的头要去撞墙壁 对 要去撞墙壁 然后其他人围围过去 就赶快帮忙架着了 你是叫拍蜜仔虎心吗 当下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是癲症 还是拍蜜仔虎心 不知道 也有感觉看起来 有点像癲症 对 这时候 这时候这个牌咖 他干嘛 他又去他的包包里面 拿出一个皮夹 皮夹里面 又拿了一个 好像类似像一个 就是像 保护符的 符咒 对 符咒起來 然后就在那边开始 就在他面前 其实没有人听得懂 他在干嘛 对 只有最后一句 我听懂了 他说 三 三 三 大家 这 共产 来 趕快退架 这句话我就听得懂 济宫 济宫 蚕丝 显临 马上速速退架 对 然后 然后他就 碰 结果那女的 当下就昏过去了 那后来昏过去 其实就叫他了嘛 他就叫他 其实几分钟过去以后 这女的就醒来了 他醒来 他想说 大家怎么看着他 他完全不知道 怎么回事 他把事情弄成满脸血 他完全都不知道 他说他最后一刻 停留的印象 停留在哪里 他说他进厕所 上完厕所 裤子都穿好以后 走到镜子前面 然后就洗手 然后看着镜子 就晕眩就过去了 好可怕 就什么事 完全他都不知道 对 可是这时候 那个帮他去 后门才知道 他应该是牌蜡虎心 所以另外一个牌蜡 他就说了 就问鸟老闆 你这间房子 应该不是一般的房子吧 对吧 然后就问他 试问的这个鸟老闆 鸟老闆就要怎么讲了 他说对 没有错 他说这个房子 是他一个朋友的房子 然后多年前 他怀疑他老婆 就是他娶了一个外籍新娘 他怀疑他外遇 所以在里面把他杀害了 对 那时候 那时候这个新闻 也爆得很大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 房子始终空在那边 然后他就因为贪图 不用租金 他就想说跟他朋友借地方 经营麻将场 不用租金的地方多好 怎么会知道说 遇到了这种事情 对 然后那时候那个白咖 有没有 就讲到这个白咖 我们就问他 奇怪 好家在今天有他 那为什么他有办法 知道这个事情 原来他是一直在公庙里面当鸡童 我当下其实心里毛毛 因为看到那女的神情 我就是觉得说 他这个到底是癫痫 因为我遇过癫痫 他很像介于癫痫 跟仲邪之间 对 后来那时候那个鸡童 警告我们大家 所有在场的人 他说今天大家 会遇到这个事情 其实可能就是 大家八字也比较亲 最好去一些庙室里面 去走一走 去座街 去吸收一些庙室的磁场 那其实当下 我也是害怕归害怕 他跟我这样子讲 我也没有觉得说 我自己八字亲 因为我是第一次遇过 我也没有去妙师借改 我都没有去理他 第一次去也是最好 可是后来 真的一些事情 人家讲的 人家警惕的 人家警告的 真的要去信 其实那时候 其实就有一些现象 就会觉得说 其实那时候是不是有一些 我卡到派名 我来 然后知道有一次我才知道说 真的其实 派名就在我旁边 有一次我们跟朋友 去东区的一些 去喝酒 然后我们就是三四个 三四个男生 去喝酒 然后去石楼喝酒 喝完以后 我们就一三四个进电梯 然后我这三个朋友 他们就在那边开始在那边聊 聊比较 聊比较私密的一些问题 然后当下我心里在那边想 你们都没有 我们电梯里面还有一个女生 你都没有把这个女生 当作说 我们是异性 你还会说到这个隐秘 讲那么的私密的一些地方 那我就想说 没关系 等一下下一楼出电梯 再跟他们讲说 你们不要这样子讲 这样很难听 就后来出电梯嘛 我们就去前面 南计人车嘛 我就跟他讲说 那人刚刚一个女生 辣妹站在旁边 你也在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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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看到什么 他马上跟我讲的时候 我马上回头 因为我们从 我们从电梯 走到前面 计程车 少爷趴车那边 就大概可能 三四十公尺而已 我一回头 没有人 完全没有人 那你到底看到什么了 我不知道我当务底 到底看到的 那我们这里还好吗 现在这里 可是让我慢慢的想到 那时候我当下想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 那时候我在角落看到的 那个女子 让我觉得 我好像起床的目标 那个女子 应该就是我在麻将场 那时候看到的 那个女子 跟那个神情有点相似 后来 人家对你回去了 后来主持人 你知道怎样吗 我那天回到家 凌晨的时候 大概好像清晨四五点 我就睡 我就做个梦 做个梦了 起来的时候 我突然眼睛张开 然后那时候可是我想要翻身 我嘴巴想要 就想要 讲话 讲不出来 鬼压床 我做梦了 后来一睡醒 早上九点多 因为我固定 我都会去宜蘭的那个 宜蘭的舞节那边去拜拜 我就做了法会 那时候 那一两个礼拜 我常去拜拜 后来真的就 这个事情 就再也没有缠在身上 好 另外 廣告回来 我们要看的是 前驻泰国代表李应元 因为胡腹癌而过世 很多人对于这个病 觉得有点陌生 说他和这个胰脏癌 经常都被列为是 所谓的无声的 沉默的 夺命杀手 驻台代表李应元大使 上一次我们看到他是 在桃圆机场 这个人瘦了一大圈 对 回国紧急治疗之后呢 他过世了 后来大家就在问 是什么样的癌症呢 一个叫做 胡腹癌 这个我们其实很少听说 那大家想说 这是一个很凶险的 一个癌症 很夺命啊 今天我们请到了 朱医师 朱医师来跟我们解惑一下 什么样子的生活习惯 什么样子的身体的特质 会让这个癌中之王 给找上 那这个胡腹 在哪里呢 他其实就是 在我们的十二指肠 那他是我们的 胆管跟胆管交汇的 那个组织 那这个绿色就是 我们的胆管 红色的就是 我们的胆管 当这个胆管跟胆管交汇 在十二指肠的这个出口 就是所谓的胡腹 那 胰脏是做什么用的 胰脏是帮我们分泌一些 酵素来消化我们吃下去的食物 那胆管是分泌胆汁 也是要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用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区域 所以在这个胡腹 在内视镜下看 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呢 我们在内视镜 这是我自己在日常工作上 所做的这个内视镜的照片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胡腹 那每一个人的胡腹长得不太一样 像这个就是一个小点点 胡腹的另外 对这个就是胡腹 胡腹的另外一个名称 我们日常在工作上 我们都称呼它为乳突 因为它好像一个小小的乳头一样 就在十二指肠的内侧的壁上 这都是正常的乳突 每一个人的乳突都长得不一样 像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人的乳突 像这又是另外一个人的乳突 那像这个乳突几乎看不太到 对 因为它扁扁小小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乳突 都不太一样 那你说 那我们可以说 那座内事情一定可以看得到乳突吗 不一定 百分之九十的受检者 应该可以看到它的乳突 那百分之十 可能乳突就躲在一个皱褶后面 也不是那么容易看到 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 乳突或者是胡腹 这个组织其实 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 那主医师可不可以进步跟我们讲 像李大使 他染上了这样的一个胡腹癌 那胡腹癌先前有什么征兆 我可以去对标到 可能是这里出问题呢 是 我先来秀一张胡腹癌的 这个照片给大家看 这个也是我们的病人 那我们刚才有看到这个乳突 这个胡腹其实是小小的一个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好大的肿瘤 那么我们这个 胡腹癌的最主要的症状 就是黄胆 还有体重暴瘦 我们可以看到李大使 他的体重是暴瘦的 我们所谓的体重减轻 不是一两公斤 我们在谈的是瘦十几公斤 瘦到几乎是像皮包骨这样子 是怎样短短半年一年之内吗 很快的时间 几个月内也有可能 所以是突然一下子暴瘦 然后还有黄胆 那因为乳突被这个肿瘤 这个胡腹被这个肿瘤堵住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分泌 这个胰臟的酵素 没办法分泌胆汁 所以我吃下去的食物也不好消化 所以我会吃不下 我会没有胃口 所以呢 这胃口不好 那另外呢 我还会有不明原因的腹痛 而且这个痛呢 不是普通的痛 这个疼痛 这个腹痛 是痛到没办法睡觉 痛一整天 是非常折磨人的疼痛 所以有这些症状 我们就要非常的去小心 但这样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是的 是的 去年我就有一个病患 他是在做一个很很常规的一个检查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他有黄胆 他的总胆红素是上升的 他的肝功能异常 当时还有腹痛 而且瘦了8公斤 在大约一个半月瘦了8公斤 非常厉害的 他没有刻意的减肥 所以呢 我就帮他做了这个腹部超音波 我发现他的胆管是肿胀的 而进一步的去做了胃镜 还有电脑断层才发现说 他的腹部出了问题 事情就大调了 那后来他去开了一个刀 往往就来不及了吗 对 开了一个刀才发现说 也有这个肝脏的转移等等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区域 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区域 所以可能会有淋巴结 会有很多的这样子的转移 所以一般这样子的一个癌症 发现的时候 通常时间都已经比较晚了 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那他会容易跟胰臟癌搞不清楚 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夺命的杀手 像很多名人 我们现在常用的苹果的手机 你看贾伯斯 他就是胰臟癌过世 很多名人都是等到发现的时候 都已经来不及了 没错 贾伯斯这个天才的陨落 在2003年 因为他回归 回国当这个苹果的CEO三年 如日中天 因为他发 他又推出了这个iPad 大家应该还记得 颠覆了整个音乐产业 结果他因为肾结石 他就去动手术 因为肾结石 他觉得就是一个小手术 那医生就帮他做了一个腹部超音波 这一做呢 医生觉得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小黑影 就一个小黑影 那这个小黑影 医生就觉得 这个问题很大 就你知道吗 医生跟他 叫他去做检查的时候 既然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开玩笑 跟他说你可能要准备 后面的一些事情 就这样告诉他 要准备后事了嘛 对 就这样告诉他 然后当然检查结果出来 欸 既然是胰障癌 应该是胰腺癌 胰障癌 这一类里面 是可以治愈的 医生就告诉他 欸 这是一个好消息 也告诉他 你要怎么做 积极治疗 你要积极治疗 然后医嘱嘛 对不对 然后你要回来动手术 可是你知道 其实贾博斯天才 有时候就是很固执 他的个性害了他 为什么呢 后面几个月 他完全没有照医嘱去做 该做的事情 甚至我们讲 手术这些 他完全不做 他做了什么 你知道这几个月 他就去做所谓的饮食疗法 比如说他就 就纯素食 就喝果汁啊 蕃茄汁 大量的喝果汁 他认为可能这样是有效 我不晓得 然后甚至 这个草药的疗法 他也去做针灸 甚至到后面 有点夸张 他既然去找林美 根据传言 从事这么高科技的人 根据传言 我觉得可能到了 那为什么后来他回去动手术 因为后来他回去做CT 这个扫描的时候 医生说不行 你这个癌细胞 已经转移到肝脏了 那时候是2004年7月 过了九个月的时间 他才不得不动手术 其实这中间是有机会的 你知道 你知道到 其实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照片 是2007年 因为到了2009年的时候 他被迫 因为当时这样 所以他肝必须要做移植 所以他2009年有做了肝移植 你知道2005年的时候 他去史丹佛演讲 他说他每一天都当做 最后一天在活 可是也过了2007、2009 然后到了2011年 你知道 我刚才讲 2009年做了肝脏移植 对 其实就是因为2004年 那一次的后遗症 但是你看 一开始 因为他188公分 其实刚开始看起来 他还是很壮硕的 对不对 好 结果这个是什么时候 这是2011年的时候 国家询问报拍到的 因为他在2011年 1月的时候请假 因为生病请假 那时候没有出现 然后请假 你知道吗 苹果的股价 4分钟 暴跌100亿美金 就4分钟 这影响太大 然后就 2月的时候 被国家询问报拍到 他的照片是这样 已经瘦到 瘦到59公斤 然后有一个医生 就看了这个照片说 天啊 连屁股都没有漏 他担心说 他可能剩不到 这个六周的生命 当然后来 辞世 他是2月拍到 他2011年10月15号走 这个其实一个天才的陨落 其实也不止 包括 湘奈尔的 这个 这个老佛爷 大家应该都知道 当时也是2019年 2月的时候 在巴黎辞世 也是因为一张眼 也是一张眼 然后这个巴黎辞 大家应该有印象 因为他在2015年的时候 12月15号 在台中办了 这一个 他的音乐会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那时候很冷 然后很多人去参加 本来这场音乐会 2005年嘛 办完以后 2006年 他要继续纽约的行程 结果没想到 被发现有肿瘤 然后动了5次手术 所以后来 其实当时台湾这一战是 他所有职业巡演当中的 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 然后他曾经 他在 1970年那时候 胖到180公斤 他开玩笑啦 说他希望有一天 他一觉醒来 可以 就瘦20几公斤 这个没想到 后来因为 这个关系 他就暴瘦 真的暴瘦 而且很短耶 你看2006年 对不对 然后07年他就走了 所以这个时间很短 然后 因为我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邻居 他是一个中医师 然后那时候 十几年前 因为我小时候 比如说我们青春痘 或是什么 要长高 就是都去调理 所以是一个很熟的 一个中医师 你知道吗 突然之间有一天 我妈跟我讲说 中医师走 走 走 贵心啊 就走了 我就说 啊 不是我这里去看 看医生 又有提供 因为有时候也会去针灸嘛 然后他就说前几个月 就是很奇怪 他就暴瘦 一个月哦 瘦8到10公斤 也是这样 然后脸慌慌的 然后听说 他家人就说 他好像有时候会突然 就是腹痛 可是你知道医生 他中医师 他就自己抓药 然后自己吃 自己调理 这样子 后来医生 他的家人就逼他去检查 当然检查出来 就是胰上眼 对 然后那从检查出来 他有做化疗 那到他离开 这段时间是别的医生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三个月而已 好凶险哦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胰脏 胰脏癌是癌中之王 当然所知道很浅薄的理解 是他藏在身体的很里面 你可能腹部传绵部 不见得看得出来 怎么办 我们就束手了吗 等到他很严重了 痛到了 或者是突出一大块了 那如果生命已经终结了 我们还能做什么 好 我们刚才有谈到 胡腹 那我们知道 胡腹 胡腹 就在胰脏的旁边 所以有些时候 一个 胡腹癌 或者是一个胰脏癌 有些时候 我们会很难区分 哪一个是鸡 哪一个是蛋 因为两个是黏在一起的 那胰脏癌很难发现的原因 是因为它是一个后腹腔的器官 那么我们在做健检的时候 在做腹部传绵部的时候 因为它是躲在胃后面 胃里面有空气 我们的阴波 没办法看到有空气的地方 所以常常我们会在报告上 看到医师的报告的呈现 就是说部分的胰脏 没办法看到 是因为被肠气挡住了 所以胰脏癌 有些时候 它常常是 它的诊断其实是很困难的 那因为这样子 当它有症状的时候 通常都已经太晚了 那胰脏的最主要的症状 最主要我们常见的症状 就是肚子会胀 肚子会胀 因为胰脏 我们刚才有说过 它是分泌一些酵素 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当我们没有这个酵素的时候 吃下的东西都堵在那边 没办法消化 所以肚子会胀 那另外它会堵住我们的胆管 所以呢 我们会有很明显的黄胆 黄胆就是说皮肤变黄了 而且眼睛的那个眼白也变黄了 所以眼睛看起来黄黄的 皮肤也黄黄的 体重暴瘦 跟我们刚才讲的腹肤癌一样 而且我要再强调的是 这个暴瘦不是瘦个一公斤 两公斤 是十几公斤这样子 一直在减重 所以这样子一个食欲不振 暴瘦 腹痛 那胰胀癌的痛很特别 它这个痛呢 常常会被描述成好像是皮带的痛 这个痛好像是沿着我的裤子的皮带 慢慢的蔓延到后面去 我听说有一个痛法 它是痛腰这里 因为这样子然后可能会看错科别 有可能 因为胰胀是后腹腔的器官 所以它有时候痛是直接痛后面 那因为这边的神经非常的复杂 所以呢有些时候 它是像一条皮带这样痛到后面去 有些时候它是直接钻到背后去 那胰胀癌的疼痛是非常非常痛的 那这个不是普通的止痛药是可以解决的 通常要用到马飞啦 这些比较强烈的止痛药才可以 那谁要很注意 谁比较有机会罹患胰脏癌呢 常常说病从口入跟吃会有关系吗 是的 跟吃有关系 喝酒 抽烟 是 那么糖尿病 肥胖等等 都可能会是胰脏癌的 这个肺炎因子 所以我们的隐形就很重要 还有遗传 家里如果有胰脏癌的家族使得 也要特别小心 你知道我有个朋友 他有一天打电话跟我们说 他腰很痛 然后他就去治疹 整床胃看一看 所以那个腰痛还真的是 即兴隐隐隐隐隐隐隐 离拜六下午化医隐 离拜一就走了 离拜一就走了 发炎也那么严重 是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赶快按下频道订阅 加上小铃铛 而且推荐给一个好朋友 超级研究室 一起长知识